婚礼前,未婚妻出国寻找初恋,我扭头就跟自己的小青梅在朋友圈高调官宣,朋友们纷纷不可思议,毕竟一直以来,我都爱柳娇娇爱得不可自拔,连两人联姻的机会都是我苦苦争取来的,回国后,柳娇娇嘲讽我又在耍什么花招,我却将青梅搂进了怀里,满眼陌生地问,你是谁? 季宇出国当天,我被骂上了热搜,她的粉丝在微博破口大骂,说他们哥哥是被人威胁,才被迫放弃国内事业出国,那个威胁她的恶人,就是我,林氏集团的少爷,毕竟,我与柳娇娇婚讯公布当天。 她就在众目睽睽下,挽着季宇的胳膊,两人举止亲密,一同出席慈善晚宴,记者采访联姻一事,她却冷笑一声闭口不言,丝毫不给面子。 隔天,一些所谓李忠客就开始爆料,说我为了娶到柳娇娇,不惜用两家合作来威胁柳家,才换来联姻的机会,还说因为柳娇娇跟季宇在一起过,引起了我的嫉妒,才肆意报复。 谣言越传越凶,连我的朋友都以为我对柳娇娇碍而不得,可其实,联姻的事是柳娇主动找上门的,我根本没有参与,由于片刻,我还是拿起手机给柳娇娇打电话。 过了很久,电话才打通,手机里柳娇娇的声音中带着不耐,又怎么了? 我沉默片刻,道,你在哪儿?我想跟你谈谈。 柳娇娇择了一声,婚还没结,你有什么资格管我? 我隐约听到手机里机场播报的声音,皱了皱眉,你在机场? 你要去哪儿?柳娇娇语气中的烦躁与厌恶,几乎不在掩饰,我爱去哪儿去哪儿,你管得着吗? 林夕,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,才让你不惜拿公司要挟,也要跟我联姻。 柳娇娇吃笑一声,当初是你跟我提的分手。 我沉默一瞬,大学时,我的确喜欢过柳娇娇,追了很长一段时间,才把她追到手。 可我们在一起不久后,济语出现了。 不止一次,她都在我单独一人时,嘲讽我,说柳娇娇不是真心喜欢我,还问我,信不信她一招手。 柳娇娇就会跟我分手,我几次暗示柳娇娇,让她离迹于远一点。 可柳娇娇却说,他们现在只是朋友,让我别那么小气,最终都会演变成一场争吵。 不知什么时候起,学校论坛里,突然多了一些嘲讽我是柳娇娇,忠实舔狗的帖子。 一时间,我从所谓校园男神,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谈。 最终,我选择跟柳娇娇分开,提分手那天,她沉默了许久,最后咬紧下唇,分手就分手。 灵溪,你有本事,再也别回来找我。 后来,我真的没有再去找过她,却没想到,五年后,父母在选择联姻对象时,选择了自建的柳家。 而柳娇娇居然误会我为了娶她,故意威胁柳娇娇,联姻的事,我尝试向她解释,却被打断,你放心。 柳娇娇讽笑两声,我不喜欢你,可我不会连公司都不管。 灵溪,你不是想要个丈夫的名头吗? 我给你。 至于其他的,你半点都不要想。 第二天,有人在A国拍到了季语与柳娇娇逛街的照片,柳娇娇手里拿着一堆价值不菲的奢侈品包装袋, 眉眼弯弯,季语牵着她的手,两人食指向扣,还有一张照片里,两人凑得很近,似乎在接吻。 拍照的人随手发了微博,配文,一国碰到的高颜值情侣,好甜。 帖子很快被众多网友发现,我去,这不是季语吗? 旁边那个女人是柳娇大小姐。 此时姓林的某人头顶清清草原。 呵呵,有权有势又怎样,柳娇娇喜欢的还是我们家小雨,我们家季语可是顶流,谁不爱。 众人大喊柳娇娇与季语般配,还有一些人深巴了我与柳娇娇的大学论坛。 天哪,这个林熙好像在大学期间就仗着部长的身份为男季语。 看到那个网友的截图,我隐约想了起来。 那时,季语作为部门的一份子,却不好好完成手头的工作,年底评选优秀部员, 我没有写上她的名字,在部长办公室寄予面色韵怒。 你是什么意思,凭什么不给我这个奖? 我要参加励志奖学金评选,没有这个优秀部员,我宗策肯定不够。 她话里话外,都在怪我针对她,半点不提平时的失职,正巧柳娇娇来找我,看到了这一幕。 林熙,这个优秀部员名额不是很多吗?你要不就给季语报一个吧? 我坚决摇了摇头,不行,如果把奖项给她,对那些平时勤勤恳恳干活的人,太不公平了。 柳娇娇却不赞同,别人也未必就需要这个奖项,季语可是要靠这个评奖学金的。 我毫不让步。 知道需要平时为什么不好好表现,加宗策的比赛跟项目有很多,是第一天知道自己宗策不够吗? 柳娇娇却第一次与我呛声,怪我冷血无情。 后来,她把季语的名字加到了自己的比赛项目里,季语也拿到了奖学金。 如今,这事儿又被人从校园论坛上翻出来,却完全变了一副模样,因为柳学姐跟季语走得近,就截胡她的优秀不远奖项,不是我说,灵溪真的小心呀。 季语好像还是贫困生,要不是柳娇娇,她第二年学费都没了。 这是被翻出来后,引起了粉丝重怒,他们疯狂递人肉我,翻出了我各大社交平台的账号,甚至微博的小号,连我发的宠物视频下都满是恶意唾骂,这猫跟了你也是倒血霉了。 这么会以权谋私,你怎么不去死? 私信更是不堪入目,甚至有人发来我全家的黑白照,大小姐全家人一起下地狱吧。 连续几天的网报,让我心情郁闷,正好碰上流感记,还得了高烧,脑袋昏昏沉沉间,我在家不断地给柳娇娇打电话,希望她出面解释,毕竟牵扯到了我的家人。 我不能做事不管,高烧让我头晕脑胀,浑身疼痛,一个,两个,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,始终没人接,网络上众多的骂言,在脑海中挥之不去,我心底生起深深的悔意。 为什么我要答应这个联姻,为什么我曾经会喜欢柳娇娇这种人,我一遍遍打着柳娇娇的电话,准备在她接起的一瞬,就提出解除婚约,但电话始终未响应,恍然间,我点错位置。 不知把电话拨给了谁,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? 一声柔软的女声传来,醒来时我已经在医院病房,床边站了个长得很好看的女人。 你感觉怎么样? 女人声音清冷,却带着关心,看清她的脸后,我一下眼中带了惊喜,勤韵。 你终于回来了,怀里的人身体一僵,灵溪。 我抱着她,忍不住一直说话,我高烧在家,打不通你的电话。 还有一个月,我们就要结婚了,你去哪儿了啊? 说我这句话后,秦韵愣了愣,沉默片刻,我是谁? 我奇怪道,你是秦家二小姐,我的青梅竹马,现在的未婚妻呀。 你在说什么? 秦韵眼眸微瞪。 面颊上戴了红韵,我不可思议,你什么意思,不会要毁婚吧? 秦韵眼底闪了闪,你不是一直喜欢,没等她说完,我目光冷了下来。 秦韵,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,你跟我玩这套,是想赖账吗? 秦韵与我面面相去,片刻后,她按了床头的铃,医生快来,患者好像脑子出问题了。 医院诊断报告出来时,我爸妈也赶到了医院,医生说,我是由高烧导致短暂的记忆错乱,身体没什么大碍, 但记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。 爸妈出去跟医生谈话,只留了我跟秦韵在病房,我扯了扯秦韵的袖子,迷茫道,我记忆真的出问题了。 可我记得很清楚,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啊。 秦韵瞬间呼吸有些急促,握紧了我的手。 秦韵,医生的话你也听到了,我喜欢你,也愿意跟你结婚,但是,要是你以后恢复记忆,发现跟你结婚的是我,会不会后悔? 我出声打断,我不会后悔。 我是成年人,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 秦韵愣住了。 但是,我不能强迫你做不愿意的事。 我抱着腿,有些失落,既然是我弄错了,那就算了,毕竟是我自己既有问题,你没有责任跟我结婚。 下一瞬,我的手被牵起,秦韵握着我的手指,与我对视,我们结婚。 他呼吸有些急促,整张脸杖的通红,就定在下个月。 在医院待了没多久,我就顺利出院,但家人对我过去的是讳莫如深,不愿多提,连我的手机都在秦韵带我到医院时,不知道在哪儿遗失了。 对于我提出,下个月要跟秦韵结婚。 我爸妈居然答应得很痛快,由于婚期将至,婚礼筹备也提上了日程,我拖着秦韵到处跑,去看婚戒、婚纱以及婚礼上的布置。 挑选完婚戒后,我偷笑着拍下秦韵的照片,发了朋友圈,一起调好了婚戒,某人眼光没我好。 原以为发完后,会收到朋友们的祝福,结果没一会,我评论区炸了。 等下,是我眼花了吗?某娇娇什么时候整容了? 别说,整得还挺好看。 你瞎呀,这是秦韵。 我还在一头雾水,死党发了消息轰炸,你把某娇娇踹了。 我打下一行字,某娇娇是谁? 还没发出去,刘鹏发来个酒吧定位,明天老地方,兄弟我请客,细说怎么回事。 第二天下午,我来到约好的地点,刚坐下,一个陌生男人就凑了过来,林熙,你怎么突然跟秦韵订婚了呢? 你不是一直喜欢某娇娇妈,就因为网上一点风雨就放弃了。 我还没开口,刘鹏拿碗酒回来,听到了这句话,你说这个干什么,都说多少遍了,林熙不可能死缠烂打,某娇娇算什么东西。 再说这个你就离开,我们朋友没得做了。 那人面上善善,还是闭了嘴,场上气氛有些尴尬,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,你们在说什么呀? 我喜欢的一直是秦韵啊,就算联姻,秦林两家是市郊,怎么可能轮得到别人? 说完这句话,我感觉全场更加沉默,所有人都看向了我,几秒后,我反应过来,他们是在看我背后,转过头,我对上一张面色发黑的脸,不知为何,我从这人目光中感觉到几分怒意。 林熙,我出国没两天,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?不过是几张照片,就能把你积成这样,这么多年过去,你真是没半点长进。 女人面色阴沉,喜欢秦韵是吗?行,那取消联姻,你去跟秦韵过吧。 我原本还在好奇这人的身份,结果被劈头盖脸一顿骂,顿时活气上来了,你是哪个矿挖出来的神经? 我当然是跟秦韵过,我不跟我未来老婆过,难道跟你过?脑子有病就去治,到处乱咬什么?家里没镜子,总有尿吧,没事撒泡尿照照自己长什么样,比得上秦韵一根脚趾头吗? 我对一女人一顿输出,她脸色越来越黑,女人满眼不可思议,灵溪,这是你新的花招吗?我警告,你别玩太过。 我身后也有人扯了扯我的衣服,小声道,灵溪你在干嘛?这可是柳娇娇柳笑花呀,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她吗? 柳娇娇,这个数次出现在我耳边的名字,我指了指自己,我,喜欢她。 秦韵,我爸妈还有朋友奇怪地反应一下,浮现在我的脑海,我以前喜欢这种人,说过多少次了? 灵溪,连因我答应,但我不会喜欢你半分。 柳娇娇语气嘲讽,我看向柳娇娇,的眼中满是嫌弃,以前喜欢你是我眼下。 我现在喜欢的是秦韵,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。 你? 柳娇娇看样子气急了,抓住我的手腕,你又在表演什么? 下一瞬,有人挡到了我与柳娇娇中间,秦韵清冷地声线在耳边响起,离她远点。 秦韵出现后,我就握住了她的手,见此场景,柳娇娇面色更差。 灵溪,你以为你这样,我就会重新喜欢你。 你想利用秦韵,让我吃醋? 别忘了,这招你以前已经用过了。 我没有这段记忆,自然一头雾水,但我能感觉秦韵身体已僵。 我心叫不好,恐怕这事是真的,看到秦韵的反应,柳娇娇从开始的气急,整个人又镇定下来,她挂着一丝讽笑。 秦韵,灵溪勾勾手你就凑上来,可真是一条忠诚的狗。 你喜欢她十几年又怎么样,她甚至没看出来。 大学时看着我们两个约会,你心情如何? 我注意到秦韵的身体开始颤抖,她对这柳娇娇冷声道,我们的事不需要你评价。 你只需要知道,她现在不想看见你。 柳娇娇吃笑一声,看向我,灵溪,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 跟我离开,一个月后婚礼照常,我不会再追究今天的事。 或者柳娇娇披向秦韵,笑容消失,你接着嘴硬,今天结束后,就算你再怎么威胁,我也要取消婚约。 你选吧,说是让我选,柳娇娇却满眼笃定,仿佛我下一瞬就会挣脱秦韵的手,跟她离开,连秦韵看向我的眼神,都仿佛确定我在两人之间一定不会选她。 所有人,似乎都笃定我会选柳娇娇,我沉默了。 我以前是什么狠贱的人吗?柳娇娇见我沉默,眼中讽一更甚。 甚至,朝我伸出了一只手,秦韵握着我的手松了松,眼眸被失落覆盖,啪,空气中响起一道清脆的声音,柳娇娇捂着脸,难以置信,你疯了。 我抱紧秦韵,将她揽进怀里,揉揉她的头发,这人好像脑子有病,老婆,我们回家吧,别管她。 出院后,秦韵与我很少贴这么近过,我能感觉到,喊完老婆后,秦韵整个人都绷紧了身体,而对面的柳娇娇神色错愕,好,我们回家。 秦韵转过身,扑进我的怀里,最先带头起哄的是柳娇,她故作惊讶,还没结婚,就腻外上了。 你们别太过分,其他朋友多数比较有眼色,纷纷跟着柳娇娇,只有柳娇娇,脸色发沉地站在角落,我跟秦韵离开时,她死死盯着我,似乎要将我看穿。 几天后,柳娇娇突然宣布,她跟季雨在一起了,公众一片哗然,粉丝柯CP归一回事,郑主下场宣布,又是另外一回事,以柳娇娇千金小姐的身份,跟一个旗下的艺人在一起。 这消息堪称炸裂,众人猜测纷纭,说怎么不见林熙出来蹦她,当实际上,柳娇娇的父母已经在我家里坐着了,顾夫人强颜欢笑,亲家,这次是我们女儿不懂事,我们已经教训过她了。 她拉着我的手,情真意怯道,林熙,在我眼里,只有你才配做娇娇的丈夫,我柳娇的女婿。 寄予不过一个上部的台面的戏子,我们不可能允许娇娇嫁给她。 我淡淡抽出手,尽管记忆依旧错乱,却面不改色,不用了阿姨,还是取消婚约吧。 现在,也不是封建年代,还讲究什么门当户对,我看柳娇娇跟季语很般配。 渣女配狗,天长地久,配死了好吧。 顾夫人脸上的笑江了江,继续苦口婆心。 林熙,阿姨知道你大学就喜欢娇娇,当初你跟她提了分手,现在她这是跟你赌气呢。 你随便哄两句,娇娇肯定立马跟那个计语断了。 我简直气笑了,哄她,真以为是我们林家上赶着跟柳家联姻呢,最后还是我妈出言打断了这场对话。 顾夫人,我看我们还是不必谈了。 我们林家并不缺联姻对象,当时答应你们,也是觉得林熙喜欢娇娇。 是我们做父母的会错了意,还是不要替孩子们自作主张了。 实话说,林熙下个月就要跟秦韵结婚了,两孩子从小一起长大,感情也深。 娇娇是个好孩子,还是令你驾傲吧。 话说到这份上,顾夫人自然不好再多说,我没了耐心,跑到家里小花园抽烟,却意外听到顾夫人跟人打电话。 你这不孝女,你这不孝女,气死我算了,我看你是一点脑子不长。 你当时不是答应婚约了吗? 现在跟那个小白脸在一起又算怎么回事? 人家林熙下个月就要跟秦儿小姐办婚礼了,这是没得谈了,你别叫我妈。 对面的人似乎说了许多话,顾夫人没耐心听,冷笑一声。 你以为谁都会跟你爸一样惯着你? 反正我是不会再管你了。 挂断电话,她与当正在抽烟的我对视一眼,面上闪过一丝尴尬,顾夫人最终叹了口气, 对不起,林熙,娇娇这孩子口是心非,还使人不轻。 但作为一名母亲,阿姨还是想说,娇娇其实是喜欢你的,你们真的没可能了吗? 顾夫人满眼轻易地看着我,我却摇了摇头,阿姨,你又是何必呢? 我跟秦韵很好,柳娇娇也根本不喜欢我。 用联姻把两个人强绑在一起,又有什么意思? 沉默片刻,顾夫人叹了口气,点点头,离开了。 手机上秦韵发来消息,是问我周末约会,想去哪家餐厅。 我笑了笑,把最新发现的餐厅转发给她,秦韵比了个OK,手势, 表示自己会安排好,心下阴霾一扫而空, 我脚步轻快地回到屋内,不好的记忆,忘了最好,柳娇娇跟季语的事, 开始还闹得沸沸扬扬,但一夜之间,所有消息被却突然被撤回,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,网友纷纷好奇,可一向喜欢发微博蹦跋的季语, 却突然像消失了一样,我上网冲浪,撇倒过一眼。 便不再关注,婚期将至,我跟秦韵都忙得很, 一周后,我去医院复诊,秦韵想要陪我, 但我知道她工作忙,表示一个人去完全没问题, 拿完诊断单,我刚下楼,便碰到独自站在大厅的柳娇娇, 见到我,她抬眼望来,眼下带着明显的青子, 我假装没看到,打算直接离开,灵溪。 面对我的忽略,柳娇娇似乎忍无可忍, 我皱着眉转过头,有屁就放。 柳娇娇讹脚跳了跳,仿佛极其不适应, 我用这样的语气跟她说话,连音的是,她捧着嘴角。 迟迟不发一言,正当我耐心将近时, 身后转来个男人的声音,娇娇,你在跟谁说话。 寄宇拿着包,戴着口罩,只露出双眼睛, 见到我,她目光一暗,然而很快掩饰好, 是林学长呀,好久不见,学长好。 她凑到柳娇娇身边,挽起柳娇娇的胳膊, 我看完医生了,我们走吧。 然而,柳娇娇却站在原地,一动不动地看着我, 寄宇神色一鸣,抢笑道, 也是,娇娇刚回国,学长想跟她叙叙就也正常。 她仰起下巴,一副正宫的大肚模样, 我在旁边等你。 我看看寄宇,又看看柳娇娇,你们真的在一起了。 柳娇娇呼吸一紧,如果我说是真的呢? 我点点头,你们挺配的,祝你们百年好合。 但结婚红包,记得给我两份。 丢下这句话,我扭头就要走, 谁知,柳娇娇抓住我的手腕,声音中带着怒意。 这么多年过去,你还是不愿意听我解释。 为什么你平时那么冷静,一碰上寄予,就总是疑神疑鬼? 我瞪了瞪眼,好经典的台词, 就算我失忆也能猜到疑神疑鬼,那必定有鬼呀。 我是什么样的人,我很清楚,不可能好好的去冤枉谁, 我抽回手,我跟你很熟吗? 我跟柳娇娇对峙着,记语突然插进来, 学长,你不要再跟娇娇吵架了,以前的事都是我的错。 学长就不要再怪娇娇了。 我唇角微微一勾,这男人可真会装,当然是你的错。 记语面上笑容一僵,不过你手段不怎么样, 只怪我从前找的人蠢,我瞥了柳娇娇一眼, 淡淡道,麻烦你让个路,我还要回家吃我未婚妻做的饭呢。 柳娇娇却关注点清奇,你们同居了。 他瞪着眼,满脸不可思议, 我挑挑眉,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,住在一起,是什么稀奇的事吗? 柳娇娇咬了咬牙,上来就要扯我的胳膊,我们找个地方谈谈。 挣扎间,我手里的诊断单脱手,恰好落到了他脚下, 柳娇娇拧着眉捡起来,面上的神情僵住了。 扮上,他才缓缓抬起头,神色愣着, 灵溪,这是什么? 是意。 柳娇娇低下头,竹子竹具地看着诊断单, 看样子恨不得把手中那张纸钉穿, 这不可能,好好的怎么会? 柳娇娇的声音越来越低, 诊断书上的字做不得假, 我见他发现,也懒得在装, 没错,我确实不记得了,也不认识你。 把诊断书还给我,我要回家了。 我伸手去夺诊断书,柳娇娇却绷着脸, 把诊断书藏到身后, 你既然失忆,怎么会答应跟秦韵订婚? 我理所当然,因为我记得秦韵啊, 你记得秦韵,却说不认识我。 柳娇娇面色发黑,质问道, 林溪,你觉得我会相信吗? 我痴笑一声,你爱信不信。 诊断书我不要了, 懒得再离柳娇娇, 我扭头就走, 离开时,我听到寄语的声音, 娇娇,我们什么时候回去? 柳娇娇不知发哪门子的火, 回什么回,你没腿, 不知道自己走吗? 说吧,他冲着我背影喊道, 林溪,这诊断书是真是假, 我自己会查,不要让我发现你在耍我。 我心底默默翻了个白眼, 几天后,我刚出公司大门, 我就看到了一辆陌生的车, 柳娇娇推开车门, 面色凝重, 你真的失忆了。 我微不可查的皱皱眉, 关你什么事? 柳娇娇却像是没看出我眼中的抗拒, 跟我去个地方。 她固执地要抓我的手, 我躲开她伸来的手, 没好气道, 凭什么我要跟你去? 那个地方, 说不定能让你想起从前的记忆。 我半信半疑, 什么地方, 这么神奇。 手机震了震, 我解锁屏幕, 看到秦韵的消息, 下班了吗? 我不再理柳娇娇专注回消息, 嗯嗯。 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? 未察觉间, 柳娇娇凑了过来, 看到手机上的消息, 面色已黑, 灵犀, 你确定自己喜欢秦韵吗? 你就这么害怕恢复记忆, 难道你就愿意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秦韵结婚? 柳娇娇神色不甘, 我找医生问过了, 你这种情况需要多刺激大脑, 跟我去那个地方, 说不定能让你想起些什么。 我关掉手机, 抬头与她对视, 去就去。 一个小时后, 我开车跟着柳娇娇到了江大, 我的母校漫步在校园, 柳娇娇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, 你记得这儿吗? 操场,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, 经常来这儿散步。 这个食堂, 二号窗的糖醋礼祭, 是你最爱吃的。 最后, 我们停留在篮球场旁边, 还未添黑, 许多学生在球场打球, 忽然听到一阵喧闹, 一颗球静止向我飞来, 小心。 柳娇娇注意到飞来的球, 喊了一声, 正要躲避时, 我感觉自己被人轻推一下, 鼻尖闻到清爽的造香, 缓过神, 我对上秦韵的目光, 为什么会跟他来这里? 不是说要回家吃饭吗? 我张了张嘴, 准备解释, 大脑却一阵抽痛, 腿一下软了下去, 幸好秦韵扶着我, 才没有摔倒, 灵溪。 恍惚间, 秦韵将我扶到车上, 推开了来阻拦的柳娇娇, 难受吗? 你先喝点水,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。 秦韵慌乱又急切, 我拉住他的手, 有些虚弱道, 等, 等等, 我好像, 想起来了, 柳娇娇瞎猫碰死耗子, 想的方法居然真的有用, 在校园漫步时, 我脑海中就开始闪过一些模糊的记忆, 刚才差点砸到我的篮球, 成为了最后的触发点, 我也明白了, 为什么柳娇娇会带我来篮球场, 这个篮球场, 是我跟他出狱的地方, 同时想起来的, 不仅是初始时的美好。 后来的争吵, 误会, 一地鸡毛, 以及, 我说出分手, 二字时的心灰意冷, 还有高烧那晚, 心底的懊悔与憎恨, 回去的一路, 我都很沉默, 蜂拥而至的记忆, 让我有些无所适从, 秦韵意识一路无话, 到家后, 我注意到, 餐桌上是满满一桌菜, 因为放了太久, 菜已经没了热气, 我等会倒掉吧。 秦韵声音很低, 别啊, 热一下我还能吃。 我急忙到, 秦韵抬起头, 我才发现, 他眼睛有点红, 对不起, 一直瞒着你, 是我对不起你, 婚礼还有一周才举行, 现在取消, 也还来得及。 等等, 听着秦韵的话, 我柔了柔恶心, 为什么要取消? 你不是恢复记忆了吗? 秦韵抿了抿唇, 如果你要去找柳娇娇, 我不会拦你。 柳娇娇, 我冷笑一声, 我是要找他, 但是要找他算账。 第二天, 我闯进柳氏娱乐的公司, 前台听到我的身份, 面色一变, 尴尬地让我稍等片刻, 柳娇娇感到时, 面色惊喜, 你找我?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? 我点点头, 是想起来了, 想起自己还有仇药报, 把季雨叫出来, 我才准了点, 知道季雨现在在公司, 是以前, 我因为大规模的网报加生病, 状态抑制不好, 倒是让他逍遥这么久, 柳娇娇面色有些犹豫, 我跟他其实没什么, 你不要生气。 那些照片是我找人拍的, 季雨配合我演戏, 我只是有点生气, 你当初跟我分手。 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, 柳娇娇, 你该不会以为, 我是因为喜欢你在吃醋吧? 看着我眼中的怒涩, 柳娇娇愣是说不出话。 好, 我叫季雨来见你。 季雨赶来时, 一副不慌不忙的姿态, 学长你怎么来公司了, 还有顾总, 他话还没说完, 就痛呼一声, 惊声道, 你干嘛? 有病吗? 我甩了甩手, 皮笑肉不笑, 要不是因为失忆, 这一拳早应该给你。 你千不该万不该, 就是往抱我的时候牵扯我的家人。 季雨呆住了, 似乎没想到, 我会二话不说, 上来就给一拳, 你敢打我? 我冷笑两声, 打的就是你。 怎么, 不是你在网上买水军, 散播谣言, 说我大学时欺负你吗? 行, 我现在还真就来欺负你了, 你有什么话要说? 季雨面露韵色, 看向一旁的柳娇娇, 柳娇娇却站在原地, 簇着眉, 灵溪说的, 是真的吗? 我什么都没做。 季雨心虚不已, 却依旧嘴硬, 娇娇, 我是什么样的人, 你难道不清楚吗? 柳娇娇又看向我, 神色犹豫, 灵溪, 你是不是误会了? 误会? 我笑了笑, 转头看向季雨, 你以为你做的小动作天衣无缝吗? 季雨面色一降, 抢笑道, 你在说什么? 我晃晃手机, 贴心地把屏幕举到他面前, 热搜前三条, 条条带着季雨的名字, 热搜第一, 季雨, 恶心, 季雨颤着手点进去, 排在第一的, 赫然是一个素人女生发的微博, 我要爆料, 当红男星季雨又奸未成年, 不仅如此, 他还插足别人感情, 被六十岁富婆包养, 还被富婆老公发现, 打了个半死, 女生甚至曝光了许多视频证据, 将季雨垂死在了坑底, 恢复季后, 我就登陆上了从前的微博号, 再看到那些辱骂与诋毁的私信, 我已经面不改色, 在众多私信中, 我看到了一个女生发来的消息, 她给我发了寄语的恶行, 说受害者是她的朋友, 可爱与柳氏娱乐家大业大, 一直不敢出面举报, 现在看到我被污蔑, 愿意出来曝光寄语, 前提是我能保护好她的个人隐私, 离开故事时, 柳娇娇低声道歉, 对不起, 我不知道她做了那些事, 也没想到她会买水军污蔑你, 我平静道, 已经不重要了, 这很重要, 柳娇娇目光哀求, 我们和好吧, 林夕, 你想起从前的事了吧, 以前那些都是误会, 你喜欢的人是我, 我也喜欢你, 已经过去了, 我摇摇头, 五年, 柳娇娇, 我早就放下了, 联姻的是, 当时是柳家来找的我爸妈, 他们以为我喜欢你, 却过问我的意见, 开始妥协, 也是觉得无所谓, 反正迟早要联姻, 我笑了笑, 跟谁结婚, 对我来说, 其实都无所谓, 柳娇娇明明纯, 眼神急切, 既然无所谓, 那取消跟秦韵的婚礼, 跟我结婚, 我看着他, 笑了, 我过去是喜欢过你, 但现在, 我好像, 真的喜欢上了秦韵, 到家时, 整个房间黑漆漆的, 我以为没人, 打开灯, 才发现, 秦韵在沙发上坐着, 面前, 是满满一茶几的空酒瓶, 我惊讶地看向他, 秦韵醉醺醺地抬起头, 露出个委屈的表情, 你今天一天都没回来, 是不是不要我了, 我轻哄道, 我昨天跟你说了, 今天有事要办, 你看,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, 秦韵还上我的腰, 脸贴在我身上蹭了蹭, 那你, 以后不许喜欢柳娇娇, 只能喜欢我, 最久的秦韵格外幼稚, 放在平时, 这些话, 他绝对不可能说出来, 也许是因为, 平时情绪太过收敛, 我居然没发现, 他以前喜欢我, 我闭了闭眼, 想着自己从前都干了什么, 为了追柳娇娇, 拉秦韵来给我出主意, 问他女生, 平时喜欢什么礼物, 秦韵带我去吃好吃的餐厅, 我觉得不错, 便说下次带柳娇娇来尝尝, 不敢相信, 那时候的秦韵心底会多难受, 可我居然没发现, 我抱住秦韵, 摸了摸他的后背, 再也不会了, 我以后只喜欢你一个人, 闻言, 秦韵松开我, 眨眨眼, 真的吗? 我笑着点头, 不骗你, 下一瞬, 有什么柔软的东西, 贴到我的唇上, 还带着淡淡的酒香, 秦韵在亲我, 他将我抱得很紧, 勒得, 我几乎不能呼吸, 闻到深处时, 我感觉面颊微微湿润, 是秦韵在哭, 不知过了多久, 我们两才分开, 我将他拦腰抱起, 走进卧室, 第二天, 醒来时, 秦韵躺在我怀里, 睡得很香, 我亲了亲他的额头, 小心地起床去上班, 刚到公司, 我手机铃声响起, 接起电话, 对面传来刘鹏兴奋的声音, 林哥, 你昨天看到热搜了没, 今天爆料的人更多了, 有人扒出, 秦韵根本不是什么贫困家庭, 甚至算小康, 但却冒领贫困声名额, 而且他当时还跟你们怨那个辅导员不清不楚, 立志奖学金也是抢别人的, 现在都被爆出来了, 我边听秦韵的话, 边点开微博, 果然, 今天的热搜比昨天还要精彩, 而且因为涉及到未成年, 秦韵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了, 粉丝在各个评论区卖惨家解释, 可在铁打的证据面前, 根本没人相信他们的说辞, 他们又开始埋怨秦予的公司不作为, 可隔了半天, 柳氏娱乐就放出声明, 他们与劣迹一人秦予的合约, 已在这月中结束, 之后不会再许约, 但柳氏集团还是没逃得过被牵连, 寄予之前私下违规购买水军造谣抹黑他人的行为也被曝光, 那个被造谣抹黑的人中就有我, 这些寄予名声彻底臭了, 代言品牌也纷纷与他取消合作, 这意味着他会背上一笔天天价违约金, 他得到了应得的报应, 我也懒得再为难寄予, 况且, 我与秦云的婚期马上到了, 婚礼进行当天, 我穿上了精心挑选的西装, 我爸妈与秦云的爸妈言笑艳艳, 看着我与秦云站在他们面前, 秦云妈妈笑得合不拢嘴, 我早就想让林熙当我女婿, 没想到两人真成了, 秦云满脸通红, 无奈道, 妈, 秦云妈妈扬起眉, 怎么了, 又不是我在逼你, 是谁小时候每次玩过家家, 都想要临系当你老公, 人家不答应, 就偷偷回来生闷气, 我捏捏秦云的手指, 凑到他耳边, 原来你从那么小开始, 对我就图谋不轨了, 秦云脸更红了, 扭过了头, 我笑得直不起腰, 婚礼还未正式开始, 秦云去补妆, 我在后台等他, 谁知, 柳娇娇却找了上来, 看到他, 我皱起眉, 你怎么在这儿, 宾克席不在这边, 柳娇娇看着我, 满脸苦涩, 你还是跟秦云结婚了, 林熙跟我走好不好, 我已经把秦云赶出公司了, 以后会跟他撇清关系, 柳娇娇垂着眸, 从前是我识人不清, 才让我们因为误会分手, 我会把所有的亏欠都弥补回来,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, 我叹了口气, 面对他的纠缠, 我已经开始感到厌烦, 正准备开口, 身后转来一道冰冷的声音, 他不能, 我回过头, 对上秦云的眼, 秦怀将我护在身后, 看向柳娇娇, 秦云, 你在这儿装什么深情, 柳娇娇看着秦怀的眼中满是怨恨, 你们才在一起多久, 你就确定你不会犯跟我一样的错误, 秦云冷笑一声, 当然不会, 只有你这样的蠢货, 才会识人不清, 而我, 任何时候都会选择相信灵溪, 柳娇娇黑了脸, 你, 够了, 我挡到秦运身前, 柳娇娇, 这是我说的最后一遍, 当初跟你吵架时, 我恨过, 也失望过, 但在我提出分手的一瞬, 就意味着这段感情, 已经在我心底翻篇了, 我从来不觉得遗憾, 也不会拘泥于过去的人和事, 你不需要再跟我道歉, 因为我早就不在乎了, 我看向秦运, 现在, 我也重新找到了我爱的人, 在乎的人, 柳娇娇, 给我们彼此留个体面点的结局, 好吗? 柳娇娇看着我的眼睛, 一动不动, 片刻后, 她眼神渐渐暗淡, 转身离去, 婚礼进行曲, 环绕着宴会厅, 粉色的花瓣飘扬着落下, 大厅中央, 在亲人朋友的拥促下, 神父庄严地说出婚礼誓言, 我为秦运戴上戒指, 眼神温柔如波, 我愿意, 秦运笑了笑, 我也愿意, 礼花绽放, 我们在欢呼于掌声中庸吻, 我们在欢呼到整个的项目。 有请你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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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